大家好 今天是20月2年的白縣一日 這幾天 討論得最容易罵的就是佩洛西會不會真的出訪台灣 如果他真的一旦到訪台灣 將會成為1997年以後 最高級別的美國領導人到訪台灣 因為1997年 當年共和黨籍的眾議院議長是率訪過台 所以這並非沒有先例 而且2018年以後 川普簽訂了台灣旅行法 已經有20位美國官員到訪台灣 但問題是佩洛西的地位非常高 是美國領導人中的第三位 簡單來說就是憲法中的指定繼承人 當總統和副總統如果身亡或者不能夠履行職務 指定繼承人排下去第三位 眾議院議長 甚至乎比美國國務卿還要高級別 所以他的規格非常高 但問題是1997年時期 眾議院議長去過台灣 沒有引起軒然大波 甚至乎在今年4月佩洛西也打算去台灣 但臨出發前是COVID-19 當時大陸也沒有這麼大動作 再早期一些 1979年美台斷交之前 也是很多不同的美國官員 副總統詹森去過台灣 總統艾森豪威爾去過台灣 如果你去到台灣的玄山大飯店 你就會看到很多他們的照片 我之前在玄山大飯店拍過片 給大家看過那些照片 因為美國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去台灣 都會入住玄山大飯店 這是非常高規格的地方 但是為什麼今年4月佩洛西去台灣也沒有這麼大反應 現在怎麼大反應呢? 甚至乎大陸的媒體 大陸的官媒 或者胡錫進 他們說如果去台灣 一旦用軍機攬截 甚至乎 進入了十二海里 就可以擊沉 要擊沉美國的指定繼承人 這就是等同宣戰 所以 為什麼這麼高規格? 甚至乎有一個難題就是 佩洛西到訪台灣之日 就是武統台灣之時 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反對? 不過這是一個邏輯難題 如果真的佩洛西到訪台灣之日 就是統一台灣兩岸之時 中國人應該是支持佩洛西到台灣才是 他一到台灣就促成了兩岸統一 支持統一的人不是應該大力支持佩洛西嗎? 甚至乎支持拜登去台灣 這是一個道德難題 到底你反對佩洛西去台灣的人 就是阻礙祖國大陸統一台灣的人 那些是賣國賊 這個邏輯應該是這樣推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他們會這麼大規模去反對? 而美國 佩洛西為什麼這個時候會訪問台灣? 這是很吊詭的 因為今年 習近平修改了憲法之後 然後今年到了二十大 因為當日他修改憲法 就是為了國家主席可以終身連任 取消了國家主席不能夠兩屆連任的常規 以往憲法規定 國家主席不能夠連任兩次 所以 在中國過去幾十年 毛澤東死了之後 中國進入一個叫做集體領導制 所有的國家領導 國家主席都要退位 退位之後 中國不再去江正 只是江澤民擔任過軍委 做過一屆 但是也沒有高調去江正 習近平修改憲法就是為自己繼續能夠 擔任國家主席 黨總書記、軍委主席 三大權力 習於一生 繼續做一個終身連任 終身總統 所以今年是關鍵的 如果在現在這一刻 美國的高層 嚴格來說佩洛西不是官員 他是議員 議長 去了台灣 這是會削弱到習近平的統治權威 因為習近平 他要說服人們為什麼要讓他繼續做 就是要解決台灣問題 他高調說很多次要在任內解決台灣問題 現在任內十年做完了 解決不了 所以他就要做多五年 做了十年 就要在未來五年、十年解決台灣問題 但是如果這一刻 美國的高層 到了台灣 會削弱到 他繼續執政的合法性 所以現在這一刻 這麼極端地 有這麼多官媒 甚至乎在福建有實彈演習 也可以預料 如果佩洛西的專機 真的到達了台灣 可能他也會派空軍 在台北上空 在那裡盤船 在中正紀念堂上盤船 在總統府上挖過 這就宣示主權 如果是的話 台灣會不會攔截呢? 如果攔截隨時擦槍走火 擦槍走火就會造成軍事升級 所以 現在這一刻 八月份 他就是要強硬起來 就是有他自己永續帝位的合法性 要捍衛 4月的時候 捍衛沒有這麼大 沒有這麼強 而且4月的時候 上海封城 各方面 還沒有造成經濟極大的打擊 如今上海封城之後 經濟嚴重受到打擊 GDP出現負增長 然後去到全國出現了提款難 以及難尾樓問題 所以已經是四面樹敵 十面埋伏了 在這一刻 佩洛西再要訪台 就是前所未有的高風險 所以 根本 北京是不在乎 所謂的領土是否完整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在乎領土是否完整1960年 艾森豪威爾訪台就應該出兵 不是當年是沒有能力的 1997年 1997年的時候改革開放就是重視發展經濟 但是現在時代已經改變了 從以前最早是沒有能力 到後來改為發展經濟 到現在 所有都以鬥爭和政治掛稅 所以佩洛西訪台 就造成北京重大的神經緊張 所謂捍衛領土完整的 全部都是彈性的 因為我之前已經跟大家考證過 毛澤東在49年前 尤其是在228事件之後 多次聲援 支持台灣獨立 所以所謂的領土完整從來就是一個口實 不是一個真正的訴求 不是一個真正的核心價值觀 否則唐勞烏梁海 烏蘇里江以東 黑龍江以北 數以百萬計平方公里的土地 不會不追究 海森威和俄羅斯談了不再去追究 不再去追究等於承認了當年 北京中俄條約 但是 現在就說香港不曾是殖民地 因為他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 南京條約 北京條約 新界託子專條 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 但是 江澤民年代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 談好了不追究中國東北大片土地 原理就是承認了北京中俄條約 承認了愛運條約 所以 在這種情況下 這完全是彈性的邏輯 彈性的思維 所以佩洛西 訪台造成兩岸極大的緊張 就是有這個歷史背景 不過 因為中國共產黨 就是北江子女出政權 以及昌江子女出政權 現在 佩洛西如果去台灣 很可能有軍機護送 美國的軍機護送 如果你擊沉他 就等同兩國正式開戰 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在所難免 開戰朝鮮可能會加入 還有會不會有其他國家呢? 俄羅斯會不會加入呢? 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如果你擊沉他的話 如果你不擊沉他 你攔截他 你宣示國威 這是可以預料的 你攔截他或者旁邊盤船 陪同他 護送他去台北 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無論如何 他現在有北江子出政權 所以一定可以將事情宣傳到發揮正能量 如何宣傳到發揮正能量? 如果今次佩洛西不去台灣 那就是嚇怕了美帝 美帝是子老虎 美帝是望文鋒而逃 怕了我們中國大國崛起 所以中國必成最大贏家 如果佩洛西不去就是這樣 如果佩洛西去 那又如何? 美帝是邪惡用心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我們要繼續武裝 繼續支持習近平總書記 要強起來 要武裝對付美帝 分裂中國的決心 所以習近平又成為中國最大贏家 所以無論虛還是不虛 習近平也成為中國最大贏家 不過回到他一開始就說 如果你是小粉紅 你就經常說 解放軍也說 美軍駐台之日 就是武統台灣之時 這應該是積極支持美軍駐台 支持美國總統、副總統、國務卿 眾議院議長、參議員 全部去訪台 才能夠加速到台灣回歸租國 否則的話 就真的談從何說起 但是這件事講還講 到了台灣 台灣人很冷靜去處理這件事 就是低調 因為 如果越高調 如果越高調 對方就越亢奮 越亢奮 擦槍走火的機會越大 所以蔡英文政府很低調 沒有用軍機進行演習 否則的話 如果你動員 對方動員 歷史上的大戰就是 互相升級 擦槍走火 而導致不理性地爆發到戰爭 所以蔡英文盡量低調 不過你低調 你今次低調 對方下次更進一步 台灣受到空軍擾台 擾台就略過台灣 可能略過總統府 對方就會更進一步 所以無論是低調還是高調 但是台灣人似乎在政治形態上 意識上還沒醒過 大部分台灣人都認為過去講了70年都不是真的打 所以不會打 他們用理性的角度去看歷史 但是事實上所有的戰爭大部分 九成以上的戰爭 都是不理性的 還有一成的戰爭 就是愚蠢而造成的 那麼 所以台灣人還沒正式醒覺 新時代已經來臨了 改革開放 時期已經過去 一開始就是不能 後來就是不為 現在 他覺得自己能壓 他也覺得自己可為 所以 意識形態上 基礎條件上 武統台灣似乎 有所改變 台灣人一定要深刻理解這個問題 才能夠安身立命 無論如何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平台Patreon還有大量獨家資料 課堂 有中國經濟史專題 今天星期三 英國時間下午1點 有最新一講 所有Patreon或者YouTube會員都可以參加課堂 但是 所以 VIP會員 能夠無限重溫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